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族也绝不会主动挑起争端 你人族掠夺魔族的领地 我必定要拿回来 绝无可能 那就请离去吧 我自有手段 收复我魔族领地 魔皇 我与你好言相伤 你就如此执迷不悟 我警告你 若你真的想要挑起战争 那我 你便如何 我只能将你斩杀 好 那我便要看看 你如何斩杀我 大佬 这可是人黄耶 打得过吗 闭嘴 人家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不见得吧 你们这种科技 坏得很 嗯 才没有 你要相信人家啊 人黄给老子上弄他 让这个家伙知道什么是危险 喵蜜他天天欺负老子 赶他压的 新魔皇细微的确很强 但应该不是我的对手 可以打 小心 凭借我的系统等级 也无法看穿萧婷的修为 不过我很好奇 同样都是被你们选中的宿主 你为何要让我前来与萧婷对决 以后你自会知道 哼 你出手吧 我让你三招 不知天高地厚 好 领域 不错 这是我的人黄领域 在这片领域之中 我便是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的 什么 领域 被破了 看来 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领域 也好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这才是 真正的领域 杀 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领域 好 这家伙太强了 动不了 什么 我明白了 这个人黄 也是被你们所奴役的吧 没有 确定没有 你说没有 那便没有吧 我很好奇 如果我杀了人黄 他背后的系统 会如何 不可能 刚才这一招 用了一千层的修纹 人黄 不过如此 怎么可能 同样是系统宿主 为何我们相差如此巨大 暂时撤退吧 你不是说过 你是最强的系统 为何我却比不上对面的家伙 再不走 你会死在这里 可恶 魔皇 我们后会有期 好玩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